可是改造厨房跟餐廳怎么够呢 不要急着装潢DIY单元 下一集就要带要教大家 如何把房间也可以改造的 很有主题风格 明天同一期间 不要忘记要尽情锁定收看 不过我们现在先来关心一下 这虽然释迦牟尼成道之日 已经庆祝过了 可是在佛光山纽约道场 今年还是发出3000份的腊八粥 和纽约民众结善员 并且从1月19号开始 安排了许多精彩活动 横跨除夕夜到年初三 欢迎民众都可以踊跃参加 祈求贺家平安 我们在这一天 佛光山纽约道场和社区 结缘了3000碗的腊八粥 希望这一碗一碗热腾腾的腊八粥 以及多种养生食材 例如说莲子啊杂粮等等 带给大家欢喜圆满的一个 春节前的祝福 这天法师呢进一步表示说 还有一连串的青春活动 将会从1月19号的上午10点钟开始 先举办光明灯圆灯法会 1月30号除夕夜晚上9点起 还会有一连串的祈福 烧头香献灯等活动 一直到31号上午10点 便展开青春礼迁佛法会 2月2号上午10点开始呢 还会有青春文化表演 这欢迎民众啊 有空就可以来参加快乐的一起过新年 我们下午11点钟 开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